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依旧是非常的适合 譬如 二战初期的那翠德国 一开始在侵略欧洲各国的时候 可以说是给欧洲人民带来了可怕的灾难 然而 到了战争后期 那翠德国也算恶有恶不 当盟军部队反攻入德国境内时 德国的人民同样是受到了盟军士兵的疯狂报复 其中 苏军对德国的报复显然是最狠的 当然 这个也只能怪德军在战争时期 对苏联人民下手实在太狠 苏联是二战中所有参战国里面 军民死亡最惨重的国家 据统计 苏联约有2700万军人和平民死亡 还有数千万人受伤 而这正是拜德军肆无忌惮的屠杀和强暴所赐 尤其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苏联核心区 人口损失就超过了三分之 一 因此 当苏军攻入德国境内的时候 他们复仇的欲望 就像苏联人在反攻时号召的口号一样强烈 为每一个燃烧的村庄复仇 为每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复仇 为每一个失去丈夫的妻子复仇 展开权文 总而言之 就是要打到德国去 只要打到了德国 能怎么复仇就怎么复仇 这个不需要用道德来约束自己 更不需要对德国人民进行怜悯 据调查 苏军在占领德国后 强暴了超过二百万德国妇女 其中二十四万致死 而且 仅在柏林战役之后 苏军就强暴了超过十万的女性 其中百分之四十的人被多次强奸 有近一万人被强奸致死 相比之下 一直以绅士著称的美军和欧洲军队 自然是没有苏军那般疯狂 而且 二战结束之后 也有一百五十二名美军士兵 被判强奸队成立 其中二十九人被处决 不过 这也仅仅只是公山一角罢了 据统计 战争结束后 美军在德国占领 区内 至少有一点六万名士兵 参与了对德国妇女的暴行 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日 一群美军强暴了八个妇女和女孩 其中针对几个女孩的暴行 则是直接当着他们的父母的面进行 当然 他们的父母脑门上都被顶着枪 八月 一群美军在莫斯堡一次 就强暴了十七个妇女儿童 最小的仅有七岁 而且 战争结束之后 美军在占领德国期间 至少还强暴了近二十万德国妇女 同样号称西方绅士的法军 因为曾被德国打败 所以 对德国的报复 也是非常触目惊心 特别是法国军队中的非洲军团士兵 他们对于征服白人女性 仿佛有着浓厚的性质 法军在占领斯图加特 仅仅二点三天的时间里 就强暴了几千个德国女性 而正是这些平日里 看起来风度偏偏的绅士们 在变成徒夫的时候所做出的事情 是你无论如何也绝对想不到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